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伙伴们 下面咱们开始今天的分享 今天咱们就是把这个关于逆伤这本书 然后咱们上一次讲到 讲到关于逆伤的一些理论 然后一些基础的理论 然后咱们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也先简单的 就是串一两句 其实我们通过上次的分享 我们就能意识到 就是串三他本身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 他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一句话说 说这一个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 不是看到他登到顶峰的高度 而是看到他 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能力 我们也讲到目前社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就是我们要有这种 这种应对这种挫折这样的 一些的能力 所以逆伤呢 现在也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好我们再看今天 就是开始今天的 就是新的内容 那么逆伤在这本书里边说 就是逆伤他其实提出来 就是应对挫折 包括逆境的 他这个理论 他其实是有三大的理论的资助 看看做的是怎么研究的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呢 他说这个认知心理学 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人 怎么如何应对逆境 他是怎么来应对挫折的 大家知道啊 就是我们曾经我给大家讲过 认知心理学呢 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流派 他认为呢就是人的一些行为 是由你的认知决定的 认知就是你的思维 你大脑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思路或者思维或者想法 你就会按照你这个想法来去 比如说有相应的行为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那么关于逆伤或者逆境 这个首先他有一个认知心理学的一个 一个就是基础 是什么呢叫习得心无助 这个词呢我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习得心无助 如果我们通过这次课 如果我们能意识到 这个习得心无助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这次课你听了 一定就会有收获 习得心无助呢是 那个就是这个马丁赛格利曼 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 我们就不管他 他曾经有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的实验 他是拿着狗来做的实验 就把狗分成了A组 B组和C组 A组呢这个狗呢就给他用帮带绑住 然后给他示意轻微的电机 但是呢这时候呢让他有控制感 就是让他可以用鼻子电机 他一轻微电机他不舒服 他就用鼻子来控制那个 就去来去按那个控制杆 这个杆只要一控制 他那鼻子一来触这个控制杆 那个电机就不再电他了 他就舒服了 这是A组的狗 B组的狗呢就是他也被帮带来背住 同样受电机 但是呢他没有他没有控制杆 就是他那个电机 他只能控制不了这个电机杆的停止 C组是什么都不做 这个一般呢就是叫对照主 对照主就是属于这种 没有施加这种干涉的 没有任何干涉的来施 就是说为对照主 好这个第一阶段 做了这样的三种狗做的实验 第二阶段呢 他就把这些狗呢 放到一个稍稍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就是有一个箱子 中间有一个板 有一个板子一个挡板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改变一点他的环境 然后这时候就让狗呢 还给他受到轻微的电机 其实这时候狗他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逃离这个电机呢 他只需要就是跨越那个挡板 从一侧跳到另一侧 然后其实就是他的控制的这个 这时候就不是用鼻子去 去来来来按这个控制杆 不是因为没有这个了 他的他的寻找 好A组的狗呢 他原来就是那个用鼻子 可以去控制那个去按那个控制杆的 他就马上就跳出去了 就从那个挡板就冲一侧 一下跳到另一侧了 这是A组的狗 B组的狗呢 先说C组的狗 对照的就是他没有这种习得 也没有这种经验的 这个狗也非常顺利的就逃跑了 他很快就明白了 就有电机 往那边一跳 那一侧就没有电机 但是B组的狗呢 就很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B组的狗 其实是在第一个阶段 他是很无助的是吧 因为他无论想怎么办法 他的鼻子往哪按 那个电机就不停 所以他习得了这个无助感 然后这时候给他一个逃跑的机会 但这个B组的狗 他就躺下来在那哭泣 还有一些视频 大家感兴趣 其实有时候可以看一下 就他在那错气 他根本没有逃跑的这样的任何的念头 然后这些狗呢 就是这个实验就叫 这个实验就叫 心理学的叫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 我们看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都会有无助 但是如果这个人 他习得了这个无助 他就会变得更加无助 这就是习得性无助的概念 然后这些狗 你看在第一个阶段习回了无助 因为他控制不了 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再让他有一点挑战 即使给他有逃跑的机会 他会认为一切都没有用 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就躺下来在那哭 然后等死 然后这个 其实大象也是这样 我就不展开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到动物园 你看看好的大象表演 就是那个大象 就删在一个特别小的小树上 他不逃走 为什么 因为他早都习惯了 学习得了这种 他早都是习得性无助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因为在训练小象的时候 都是跟他拴住的 最后那个小象 在很小时候给他拴住了 他振脱 他发现没有意义 每次就逃跑不了 所以大象成年了 即使他这时候有能力来振脱那个小树 虽然在他一个小树桩 但是他已经心里没有任何念头了 因为他觉得我一定是被困住了 我觉得逃不走 所以他不再做任何的尝试 这个希望我们一定要理解 习得性无助 因为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一旦人习得了这种无助 就会加剧他的无助感和无望感 这是个很崩溃的事 然后呢 这样也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他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他这次克服不了 可能下一次他就会 你看我那时就没办法吧 咱们现在跟上次差不多 肯定没办法了 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作者是想表达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有的人为什么能克服逆境 有越战越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有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无助 其实就和他这种习得性无助 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有关系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认知心理学 说一个归因理论 归因我们知道什么意思 我简单讲一下 因为这个敲的词头 都是书上的原词 我觉得有点拗口 我们就用对生活大正化的语言来讲 归因是什么呀 因为我们无论我们在跟别人 无论说我今天在给大家讲课 还是你们在跟我 交流 其实我们有时候都想去表达一种观点 或者说别人给我们说了一个什么 我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什么观点 我都想去做一个原因的归因 其实就是我想解释一下 就是我只要说我想解释 比如说这个人批评我了 我就想跟你说 我说领导你批评我了 我很委屈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 怎么怎么样 今天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什么 而是我有点比如说迟到了 那是因为今天那个路上堵车了 所以这个就叫归因 最简单的 然后这个关于在逆上这本书里 他说什么呢 他说其实我们如果面临这个逆境 如果我们都做一种解释 归因 如果我们归的都是那种 长久的 内在的 永远的 就是改变不了的 归成这样的客观的 这样的因素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你战胜逆境的决心 但如果你都把这个面对任何事情 或者有困难 如果你归因归的都是一些暂时性的 就是外在的 偶尔的 不是这种决定了的 你归因成这方面的因素 可能你这个人就会比较乐观 你有这种乐观精神 其实你就会提升战胜逆境的能力 你的逆伤自然就高了 好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因为我们总是想把它和生活 这个结合起来 比如说这本书里说 他说你看老师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 经常都会说 女孩子天生数学是学不好的 男孩子就有学好数理化的天赋 所以这个呢 如果你看现在 我们也被这种固化的思维 好像认可了 是吧 我们也认可了 那认可的结果导致什么 导致女孩都去学文科 而因为国内现在还在搞这个文理课 那女孩说不行不行 我真的不能学理科 因为你看我理科我是学不好的 是不是因为这种归因 但如果你不服输 你觉得这个归因归的不是我 或者说我不受这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 归因的这样的一个 我突破这种限制性思维 我认为我是可以的 那这样其实你就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数学很好的女生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因为归因会 人会产生限制性思维 也会导致他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出现无助感 就无助无力 他自然的就战胜不了困难 所以就是克服这个逆境的能力就弱 然后逆伤也就很低 这是讲的 因为后边他这个这本书里有关于归因到这个人的认知 还有好多其他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讲了 怕讲不完 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第二个 就是关于这个逆伤他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三大理论之作 在这本书里呢 就是因为这本书他是作为研究的 就是他有很多工具有量表 他也有很多的大数据 就是通过跟踪一个人 跟踪二十年三十年 就他发现了 就是这个健康啊 健康其实大家都知道 因为现在都说说人的健康就是第一和你的饮食有关系 是吧 然后呢和你的情绪有关系 就身心 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要读重身心灵这样的课程啊 就是像我自己来学这个心理学 我觉得也是想当我这个身心灵能达到合一 其实就是让我们身心跟健康 过去过去的人会认为就是我的心情和身体的健康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现在的健康很多提出来新的理论啊 健康新论他会认为说你的身体 甚至你的身体的器官出不出毛病 和你的这个心境啊 就是你的心 你的情绪 你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是健康新论 他们做了巨多的研究 然后这是第一个 就是首先有关系 大家都很清楚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 应对逆境的方式 直接关系到你身心健康 比如说你面对一个逆境 如果你就心情非常糟糕 你是悲观的 那你的身体就会垮得很快 但如果你很乐观 一方面你能够解决问题 第二你的身体应该是会能得到滋养 然后你的寿命啊这样的也会更长 好然后后边这三个我就不说 我给大家就是把我准备的大概有案例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健康新论在这本书里边 这个部分就作者写着 许多免疫学家惊讶地发现 我们的想法和感受 是由大脑中的一些化学物质传达的 这些物质也会调控身体的防御系统 就是免疫力 也就是说传递人类情绪的化学物质 会直接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 然后这书中说 说耶鲁大学的一个医学院的 这个儿科的护理学院的院长 那个名字我就不说了 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给老鼠注射一定那样的癌细胞 然后把老鼠分成三种 一种呢就让老鼠学会掌控 就是让他先给他就是电击 电击其实就相当于给他 给他植物了一个逆境 然后呢让他学会掌控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的纸一按 按下那个控制杆 那个电击就关掉了 就他可以掌控 注射癌细胞就好比是 这个人体的一个破坏了 破坏掉了人类免疫系统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给他 也传输了一个逆境 然后呢但是呢在逆境的时候呢 让他学会了掌控 就是他可掌控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呢就是无助 一点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电击 然后第三组就对照组 然后最后呢 他研究的结果 因为他有很多那个 很多组的数据 他最后公布的就无度主的 患癌的那个比例是掌控主的2.5倍 还多什么意思呢 你越无度你是悲观的 你这种心情也可能会影响心情 最后对健康就是 比这个掌控主的2.5倍多 那是对照组呢 对照组只有两倍 所以在这个健康心论里边说 一个人他对生活呀 对这种各种的掌控感 对于他长寿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 这时候失去了掌控感很茫然 其实是不利于健康 也不利于长寿的 但是如果说你 哪怕你累一点辛苦一点 但是你觉得一切都在你的 一切在你的掌控当中 其实是有利于健康长寿的 这个就是给大家分享 这么一个观点 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脑科学 也是这个关于逆进逆伤的 这个三个支柱 理论支柱 就是他从脑科学的角度 来进行的研究 脑科学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就发现这个 如果大家有时间 我特别建议大家去听一下 关于脑科学的一些书 我最近也在听 特别有意思 因为你看我们人 人其实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大脑 加上人有情感 这个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 可能最显著的特征 我们一切的智慧 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头脑 长了这么一个发达的大脑 但是人类的一切的烦恼 就来源于我有一个情感 是吧 我有一个不像动物 那么强烈的一个情感 这也是让我们痛苦的根源 现在的科学在研究 这个脑科学研究室 研究大脑成像技术 因为现在成像技术就很发达 科学家通过这个 就是给你注入一个语言 或者说有个什么行为 他就让你带上一个测量的工具 观察你大脑的活动 他发现就是人受到各种语言 还有这种外界环境的影响的时候 他大脑有各种那种 大脑的神经活动是有亮点 就有亮发亮 但是这个亮点就亮的 比如说要是用那个 多尔瓦来表现 他有时候可以亮的特别 就发特别大的光 但有时候这个大脑的脑波 或者大脑他就没什么亮点 就是那个小光点 这是研究这个大脑成像技术 然后在这里边他就提出来 说我们这个脑科学 说我们养成一个习惯 现在很多人说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这个书里作者第一次提出来 他说养成一个习惯真的需要21天吗 他就问 然后有个心理学家就跟他回答说 说我不知道养成一个习惯需要多少天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就是你学了多久才知道不要去碰一个高温的热炉子 然后这个作者说 哦大概一秒吧 然后这个心理学家说不是一秒 是100毫米 相当于0.1秒是吧 然后100毫米 说你碰到这个炉子 在100毫米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逆境 对大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逆境 大脑会马上就给你发出指令 就是特别大的亮光 就是做那个电那个大脑那个成像技术 观察大脑的活动 发现特别亮 这个亮点迅速的非常亮 然后100毫米 他就给你传递过来 就从大脑疲倘 一直到 就是他就传递 传递给了 就是通过意识 传递给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手就 如果你去碰这个炉子 你马上就 大脑给你发出这种警报 一个大亮点 你马上就要把手就缩回来 就是相当于就是 那就这100毫米 其实相当于外界给你的一个巨大的刺激 我们可以想着当着一个逆境 那你下次再碰到热炉子 你还会去吗 你肯定不去 就这一次就够了 其实就100毫米 就帮助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说 避免电炉子伤害的起似是什么呢 是逆伤可以在瞬间改变 就是我们人你说 哎呀我太难改了呀 我真的改不了啊 我没有能力啊 其实是你根本就不想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那个逆境对你来说 不重要 或者说它并不太影响你的生活 可开可不改 有的说 哎呀我这个比心难移 其实就是那些习惯 你就不想改 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有的 有的人就会比如说在离婚 或者说在公司的这种 很大的这个出现这种 就是经营的风险 或者说家里有的趋势 在这种重大的逆境面前 有的人他会改变 就他会改变这个 这个心智模式 甚至会改变他的这个这个思路 但是一般的人就是 有一句话就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哈 就是逆境 作者说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不是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但是人就是不愿意改 人就很固执 不到那一刻就不想改 他他说这个电脑的实验 就是给我们的起始 你上次一定可以改变 瞬间就可以改变 100毫秒就可以改变 他说因为大脑 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就是他能够反复的来 来来给和我们的想法去链接 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给到大脑 大脑就执行 然后呢 一般的这个 他最粗浅的这个想法 链接的是我们的大脑皮层 就是我们的意识 你就意识到了你就改 但是什么时候 你就你就变得没有意思呢 就养成习惯了 就是你每次链接链接 就是如果你有一次 你突然的链接到你的潜意识 就链接到大脑的 他叫这里边那个词叫 你看看 他叫基底神经节 就是如果你能用一个 很强的一个 就一个外界刺激 能让你像接触热炉子一样 然后来一下子 让它连接到你的 那个基底神经节 就从你的大脑皮层 一下子能发指令 一下子强硬的连接到 你的潜意识 就是基底神经节 那其实你就 你就就相当于 这个脑回路就通了 通了之后呢 你就会养成习惯了 只有你刺激到你的 叫基底神经节 就是让你的潜意识 和意识打通 你这个习惯才能建立 所以他说要抛弃 不好的地理伤 必须从大脑的意识区域开始 就是让你大脑 先接受了这种刺激 另外让它刺激更强 来刺激到你的 基底神经节 一直打通 连接到你的潜意识 开辟出一个新的神经通路 然后大脑呢 它是能够塑造习惯的 另外大脑 它也能够打破旧习惯 建立一些习惯 这个一切就是要 要做一个意识和潜意识的连接 就是做一个大脑 批层到这个基底神经节的一个连接 好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是三个理论之著 分别从这个认知的角度 从这个 就是身心健康 这种健康心的理论 还有从脑科学的三个角度 那我们第三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 逆伤的四个维度 你就看逆伤跟什么 没有关系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个书里就是 说让记忆的单词 有核心的 Core Core 恒量逆伤的四个维度 你就看谁的逆伤高 或者说你看看 你就想一想 你自己的逆伤高还是低 你就用这个Core 这四个英文词的首字母 来找一下它这个单词 帮你记忆 你自己测别人也可以 自测也可以 就恒量你的逆伤 比如说 第一个叫Core Core就是Ctrl 这个控制 就是C-O-Ctrl 就是这个 我们取一个字母 它就要表示那控制力 因为我们刚才做的那个实验 大家发现没发现 就是一个逆境来临的时候 一旦你有掌控力的话 你是不是逆伤就高 这个大家很简单吧 你看那个 就是用那个狗做的实验 包括那个 对那个老鼠注入 癌细胞做的实验 一旦你有掌控力 就这事你能hold得住 你能逃脱它 而且你能 你能掌控它 你的逆伤就会高 好 就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O 就是担当 也是担当 那个是Already 什么那个 那个单词的 这个手字母 就是担当力 担当力就是 你在有一个逆境来临的时候 你能担起多大程度的责任 来改算现账 这个呢 就是在书里 包括我在梵登 听梵登这本书的讲解 它直接 翻译成什么呢 就是逆境来临的时候 你不要成为受害者 就逆境一来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近期可能也是遇到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就是部门人员不足 然后想补充人 就这个事就是 如果你 你如果比如说 就拿我这个 我自己这个部门的人员 我当时想了想 我觉得是一件 让我很不舒服的事 因为我到一个新部门 那我的人员就没有 就还差我几个 我就想要五人 但是我如果我把这个 去找领导 要人要资源这个事 我当着 我说我是受害者 其实你就没有担当 对不对 你当着受害者 其实你的逆境 你一定都解决不了问题 你觉得别人都欺负你 你觉得你到这边来 你无能为力 就是无助感 然后加上没有担当 其实就不合适 然后我其实 我当时就想 分析这件事 我就说 我说我能做到的 就是我担当这个 我就这个部门 赋予我的角色和责任 然后呢 我在基于就是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事 我是这件事情的 第一责任人 我基于这个 我说在这种前提下 我知道我自己是 解决这个问题的主人 而不是别人 而我不是受害者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给让领导提出来 我需要补充 我们的两名人员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就是一个 就是任何处理逆境 如果你一旦有受害者心态 你的担当就没有了 为什么呀 你是受害者 你就想 一定跟我一点责任 关系都没有 一定是别人欺负我了 一定一切错都在别人 都是别人来迫害的 那你这个逆伤绝对 高不了 第三个就是 二 谁 or are you 二就影响力 就是因为我们说啊 就是现在说 一个人一天 有可能让我们不舒服的 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叫做逆 逆境好 可能或者说 感觉有点不舒服的 这种小 就是小不开心 一天会有三二次 那便利这么高 平次的这个逆境 那我不能每天都活在 一种很糟糕的 这样的环境下 那我心情不好 是不是对我身心健康 也不利啊 大家都明白 这种逻辑关系 但如果有逆境 我们要想什么呢 逆境会对我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多大影响 就它的影响会有多大 比如说还拿我自己这个部门的工作来说 我就在想 它顶多影响的是我工作八小时产出少一些 可能我有时候会辛苦一些 因为别人人少或者说没有人 甚至说人员的数字啊 就是数量有限 那这个工作很多 就相当于就传递到我这来了 但是我认为它不能影响我的全部 因为什么 因为我除了工作还有生活 所以我现在回到家 我尽量的就把这种事情切断 因为我觉得我在八小时 我已经对职场有贡献了 我认为我八小时以外 我想包括给大家做这种读书的分享 我认为在这时候 我的大脑的切换就在这 我绝对不会说 我还在去陷的 我那个没有人解决不了 就是他对我生活这个影响 特别糟糕了 现在那里边 我认为我要那么想 我的逆伤肯定也很低 还有持续性 持续性就是遇到一件问题 你会认为它持续多久 刚才我们在那个规刑理论也说了 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件逆伤 这种事情 我们都会认为 是 这事 改 没办法了 无力了 无望了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内心的对话 就是 它可能会影响我很长时间 可能会影响我一辈子 那我这个做 对我个人的这个 比如说近期我们部门人员补充的事 我就会说 我坚持 我认为它是暂时性的 它如果一直没有人 我就降低工作的产出 我认工作的产出没有那么高 然后我不想让这件事情持续我 影响的时间太久 甚至我还在想 如果它一直影响我 那我可能要想 就是 转换一个岗位都可以 我没必要把这个事 就是让它一直在持续影响我 要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一件事就把我搞死了 那我的逆伤应该是很低的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看看你的逆伤 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的四个维度 我们再看看 逆伤你可以说 遇到问题了 你是前进还是停止 是放弃 是当放弃者 是当扎淫者 还是当攀登者 我们这本书上 其实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我们别当那个10%的放弃者 然后呢 我们因为大多数人就是 我攀登一段 我就满足了 我就扎淫 就不再前进了 这本书可能说最成功的人 可能也就是10%都不到 他会终身的去攀登 做终身的成长者和攀登者 逆伤越高 可能就是越践行终身成长 当一个攀登者的角色 还有这个负面情绪的影响范围 就是说因为逆境出现了 自然就是面对这种不好的挫折 你的负面情绪 你不能弄得到处都鸡飞狗跳的 工作的事哪会在家里 家里事又哪会在工作 那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范围就界限感 包括这个范围 其实它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无力 别人看到你的状态也非常不好 第三个就是分析原因和责任归属 刚才说的 你分析原因和归属 就是你承担该你承担的责任 不是说一切都是你的责任 但是该你承担那一部分 你要想清楚 就赶紧离回家你就离回家 你不能说一切全甩给别人 那是不成熟的 小孩都这样 出了个问题 都是你的错 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成年人 还要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我们确实是没有打大 然后这个掌控感 掌控感强 还有支撑的时间长 就是你相信逆境是暂时的 还是相信它会影响你终身 跟刚才那个有某些方面的类似 最后一块就是我们再看一下怎么提高逆商 它给了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LEAD LEAD LEAD 就是LEAD 他也是用了 用了一个 用了一个 就是 首先LEAD是领导的意思 大家方便记 就是一旦 他教你的一个工具 我们 每天要面临那么多的逆境 怎么提高逆商呢 就是 你逆境来临的时候 你要用LEAD的工具 LEAD 就LEAD L代表一个 Listen 倾听 我们先讲第一个 倾听自己的逆境反应 逆境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咱们生活当中逆境应该是无处不有 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很着急 去机场 赶飞机 路上堵车 堵车 是不是有一个不舒服的事出来了 你就可以想 哦 小逆境来了 但是你看看 你正常的 我们应对这个逆境的方式 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一看堵车 肯定就情绪很糟糕 要么就是对司机 开快开快 就急躁 但是你要想 你开快 其实会面临什么呢 会面临 他开不快 因为堵车了 那你可能就会牢骚 然后可能在抱怨 我让你找走 我不找走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对话 如果你要埋怨同伙 或者伙伴 和你一起的 埋怨别人 不准备不找走 其实你在推卸走 对不对 第二个 如果说你堵车 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正常的反应 就是不担当 然后又是有很多的抱怨 其实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然后呢 在这本书里 作者就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让你不舒服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来临 你就说 哦 你已经来了 你就开始倾听 这时候你要保持觉察 觉察 就这时候 你就因为我们生活当中 无处不在的这种不舒服啊 不高兴啊 然后突然的很高兴 又来了一个不好的事啊 然后 类似于这样的事 那你要觉察 觉察就是 哦 你就 内心就 您听一下 哦 逆境来了 好 来了就是 你要觉察 这本书很有意思 它 因为现在我 我看到了好多 很成功的人士 都在这么来应对逆境 什么意思 这本书叫我们一个方法 说逆境来临的时候呢 你要你要对逆境呢 就是做出一个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呢 来拥抱 拥抱这个逆境 比如说 我刚才说堵车这个事 你完全可以来一个 就是来一个 呃 呱呱呱呱呱 或者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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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 哇哦 哇哦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很幽默的 就是 你不怎么 就是 就是 或者说就是一个符号 有一个很很怪异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呢 有点像自我解嘲 有点像这种 跟你平时的语言啊 各种模式都不一样的 还有包括天线宝宝的声音 天线宝宝 看着那个 就是那种很暖的那种 那种 然后包括现在 bling bl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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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你用这样的一个声音来 就一旦你感觉的不舒服 你想抱怨的时候 你说 哇哦 哇哦 哇 然后就这样 其实 你看你的大脑 收到你这个声音之后 它就会觉察 然后你 你这时候 你就可以听 倾听自己的 逆境的反应 因为你用幽默的方式 和逆境打造 就是会让你 你逆境 让你 就是逆境 会让你产生烦恼 然后你用幽默的方式 和逆境来拥抱 其实这个烦恼 就容易变得更加轻松 然后这时候呢 你的大脑皮层的 这种反应呢 就是本身 它是有意思的 它收到了 但是这时候呢 它就慢慢的 就可以更深层式的 去连接你的潜意识 其实连接你的潜意识 就是你会分析 你为什么对 比如说对堵车 老有这种 这种恐惧啊 或者什么的 它其实是让你有 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书里边 教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逆境来了 要用一个非常怪异的 然后这本书里说 说那个樊登老师说 他经常往机场 就是给大家讲课 经常去机场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 就是比如说一堵车 他就会往他的方向盘上 一拍 拍一下 然后说 哇 然后就大笑 他把这个哇一说完之后 他就开始想笑了 就是他那个烦恼的情绪就没有了 他就手往方向盘上一拍 其实就是打住 暂停 就是暂停 就是我暂停 用我惯性的这种 这种应对模式来 来来来来 那个处理我的逆境 这样的话就 就就会很幽默 很轻松 然后心情就会好起来 然后这是叫listen 倾听自己的逆境反应 好 第二个呢 就是e 就我们叫lead工具 hello ead 这个e e呢 就是explore 其实就是探究的意思 探查 或者说我 我向内在探究一部分 就是向内在探究一部分 其实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分析 你自己应该对事件的哪部分负责任 就是拿堵车来这个事来说的话 堵车这个事 你不能这时候成为受害者 你把责任都推给谁 那是不对的 你要有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担当 因为我们当时也说了那个担当 core 这个担当 担当就是你能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你就想 这个堵车 是不是我今天可能出来了有点晚 是吧 我该负的责任这一部分 可能就是我出来晚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还可以进一步的想想 为什么我总是 很老是遇到这种很冲冲忙忙赶飞机呢 是不是我从小就是上课就要迟到 你自己的这种你做事的这个模式 是不是你从小就是什么事就会有一个拖延症 不到最后一分钟 你就 你就不采取行动 你做什么事是不是都是到 就从小是不是妈妈逼得 逼你写作业 逼得你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把这事做完 其实你就可以进一步的 先是学会担当 就是把责任从推给别人受害者心态 转到你可以负责任那一部分 然后接着再看一看你的这种模式 是不是就是你的一种心智模式 和自我去探究 这个很难 我现在其实 我现在在这种对这个逆境的应对 我只学会了 就是从 就是去抱怨别人 怨天由忍去学会了自我负责 负责任 只有这样一个转换 转换之后也发现有时候自己确实更加有力量 但是就是探究自己的模式 有时候还是不太愿意面对自己 人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深深的外壳在包裹着 那内心很脆弱 但是就不愿意打开自己 但是我觉得国外里边这些书都写得非常好 就一个人你真正的只有 打开你自己的内心 你才可以做到 更加的身心的和谐 你才不会说那么委屈 或者我心里有那么多的这种不开心 都不会这样 其实你对你的 你身心敞开 你就非常的 非常坦诚 你也是善待自己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我也是 建议大家多 和自己的内心去对话 探究自己的一些心智的模式 好 然后接着就是在这里边就是 就是第三个就 LEAD A呢就是叫分析 分析证据防止灾难化 灾难化 就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 包括我们说的有很多跳楼的呀 有很多就说明明非常成功 但是呢 有一件小事 他就承受不了 然后他其实说这个人 其实就是这个应对挫折的能力比较低 那这第三步呢 就是叫你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分析比如说 比如说我就说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这个部门的人员 其实是大概 已经跟领导提了七个月了 我有点情绪化 但是呢 我自己在想 就是我 我能承担那部分责任 我也承担了 我也想 它不会影响我 不能是编成全部 但是我肯定不能去灾难化 灾难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时候要不解决 一切就 就 就是 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反正就是 就是让他极端的 就是负面化去转换 这时候呢 就是他说 你要去问几个问题 要分析证据 你说他有那么严重吗 他会影响我的全部吗 然后你会去问一些问题 然后呢 防止灾难化 还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分心 就是比如这件事 我很烦很烦 我不老想他 我不老想他 我去分心 我去关注一个不相关的事 比如说 我现在给大家讲课 我认为就是我要现在我这个去跟领导去交资源的这件事里边 我就有一种很悲观的受害者的心态 人都会有啊 只是我会收回来 但是我去我现在我转换注意力了 我在给大家领导咱们这个课 我要读科件 我要听音频 而且我要读书 那我关注一个不相关的事 是不是我就防止灾难化了 我的逆伤是不是也在提高 第二个呢 创造一个积极的干扰 就是可能我去吃顿饭也就可以 另外还有我去运动 现在其实运动的身体本身就可以分离多八 这就叫分心法 然后第二个叫重塑法 重塑法呢 就是你还是要跟自己的内心对话 你就想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初心是什么呢 另外还有就是刻意让自己执运某个环境 让周围的事物把自己称托得很渺小 这个书上也说了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大海 你去看大海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人面上大海 春暖化开啊 你会觉得人很小 然后你在坐飞机 你从高空往现在看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城市很渺小 城市很渺小 你是不是也自己会认为自己很渺小 你就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防止灾难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 就是凡灯在这边说 他说他在中央电视台做记者 最困难的时候他做什么呢 他就到这个北京的西之门立交桥 在那去看 他看的话就是觉得北京云云众深啊 车水马轮 感觉我们只是那云云众深 车水马轮中间的一个 自己真的太渺小了 就是这样也会让我们就是 防止我们的灾难化 然后还有第三个 要帮助有更多更大困难的人 就现在很多人 比如说也有句话说 说你要对生活不满意 你就去医院走一趟 你要是对生活不满意 你就去那个进脑院 或者去年儿童福利院走一趟 其实这个就是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重塑 重塑你的一些认知 你看到更多的比你还更困难的人 其实你会有一种幸福感在里面 就不会把自己的逆境 无限的去灾难化 去扩大化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法 最后一个做点事情 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说 还是说我自己这个部门补充人员的事情 我就做点事情 我就想第一个我跟领导 要就是见面聊一聊 这是我想我能做的 第二我在想就是第一步要做的是这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人 其实我认为我的工作就简直重要的来做 其他的事我觉得我不勉强自己 就是一定要去做点事情 而不是停留在头脑里 比如说我这个要人 我一定是要找领导 因为我们在国有单位 补充人 你不找领导就会觉得你这个部门不缺人 你找 你好好说 你把这个事情说的是有理有据 然后而且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就找到我们部长 我们部长说 那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为你打 这个我后来想 也是我的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 逆上在不断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能解决有办法 而且是采取的就是比较卡当的方式来解决吧 其实我还有一种程度感 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最后就是这本书里边有一些精华的语句 就是 就是看看 就是 灾难化就是把日常不变 想成重大挫折 又把那些挫折想成灾难 灾难化会点灾难生活某一个方面的小蜂苗 并散风柱然 让一个简单可控的难题 演变成无法控制大火 并跨越边界 吞灭沿途的一切事物 好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 你去凝望无垠的海洋或天空 会让你意识到 在浩瀚的宇宙面前 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微不知道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再看就是 这个还有一个说这个坚持的 就是 再说了 看一下就是这个 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代替坚持 才华不能代替 拥有才华 却为或成功的人比比皆是 天分不能代替 坏差不欲 仅仅成了一句谚语 教育不能代替 世界上到处都是受过教育的 无业游民 坚持和决心是 决心是 是更有力量的 向前进这个口号 更能解决人类的问题 就是往前 还有一本说叫向前一步 机器也在想 就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 是讲这个 女人在职场当中的心态 就是你很多犹豫不决 这本书就要叫向前一步 然后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吧 最后有一个这个 测测你的逆境强度 课件我 我其实我已经发到群里了 然后就可能稍稍有一个修改 课后我发给大家 然后我们还是 有20分钟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吧 也感谢大家的影响 我们现在回到 回到这个 回到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交流的 这个环节 也谢谢大家 孙老师 这样我把大家的麦都打开 好吧 嗯 好 好的 然后您自己一会儿 再把您自己的打开 您现在可以把您的麦都打开 是吗 OK 好了 好的 大家也可以给我挑文字 我会在这个聊天 去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希望大家能多交流 然后我这个环节 我想听大家来说 我为您听一下大家的一些想法 也向大家学习一下 老师我能说几句吗 因为我在那个医院当过义工 就是我认识了一个癌症的患者 他是在自己抗病的过程中 还去帮助别人 就是让别人也有战胜病魔的这种信念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利他心 就是自己有一个利他心啊 自己对抗这种逆境啊 包括去帮助别人啊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 就是您要有事情去做 就是您要在您有能力的范围 去帮助别人 这个是对方逆境 我觉得是最佳的 因为我在做义工的时候 我感受到那些 那些那个在帮助别人抗癌 自己又有癌症的情况下 那个感触是很大很大的 就是说我觉得孙老师 您有一个利他心 因为您开读书会 其实也是占有了您的很多时间 要备课啊 要给我们开讲座啊 包括你的孩子的辅导作业啊 都放到一边去的 所以说我觉得 首先要感谢孙老师 感谢孙老师的孩子 就是我想分享就是这一点吧 就是因为我这是我切身体验到的 因为我在医院做义工的时候 我切身体验到了 还有呢 在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我看到过很多老外 他们蛮有社会责任感的 就是他说我交的那些税 就是理所当然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一下交税嘛 就算国内的交税没有这边多嘛 然后他们也会说 这个交税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们从小养成了一种习惯 就觉得我占的越多 我应该对社会贡献就越大 所以说我看成功的那些人里面啊 他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良心损缓的一种 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就可能他们也有个利他心吧 就我觉得从小有一个利他心 能够培养树立在孩子的心中啊 我觉得任何困难都是不惧怕的 嗯 谢谢老师啊 嗯 分享的非常好 我是分享一下我在中国跟加拿大的 两种那个情况 对对对 谢谢啊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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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这个习得性无助有什么感触吗 就是这个我想表达意思 就是说这个无助啊 无助的人会让你越来越无助 但是有希望的人 他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希望 这个无助学会了 就习得之后 人就会越来越无助 我不知道这个事 大家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生活 我们周边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 能让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一些案例 比如说给大家启发一下 就是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其实这个在家庭当中 就是养育孩子 这个语言特别重要 如果我们跟孩子一直说 做不成 这事没门 做不到 我认为孩子可能就会认为 这个遇到任何事就是做不到 这是一种语言模式 就是无助 他会习得 而且他就会建立这个习得性无助的 这样的认知 但如果我们要学会跟孩子说 没关系 都是暂时的 慢慢来 是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孩子学到的一定是乐观 我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这个令桑的好吗 我觉得其实挺 因为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这个 在在还是比较有名的名校里 然后有有这个声援呢 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属于正常的孩子 无论是智商啊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这种孩子 然后呢 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回来跟我说 妈妈 我有个好朋友 他太强了 他的学习太好了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无法超过他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首先其实潜意识觉得很难过 因为孩子觉得 有人他像大山一样 难在他面前超不过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儿子啊你首先不要想他是大山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试验啊 我说首先他是你的好朋友 他比你优秀你要为他高兴 还有一个呢 你说你自己你不要跟他比 对吗 妈妈我做不到的肯定超不过他 比如说跑步 其实我儿子跑步已经很快了 但是那个孩子跑步特别快 腿又长 我每次都跑不过他 每次我都是第二名 我说不要紧的 那你就慢慢缩小他的距离 跟自己跟自己去那个 然后二年级三年级 还有学习也是好 那个孩子 因为我家儿子没有上过什么 早期教育这些 就是就是之前上那些 呃什么语言数学什么的 后来到了一年级 到了二年级 到了二年级 我已经我儿子已经当上其约了 妈妈 我觉得我超过他是可能可能的了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 我儿子的成绩已经远远超过他 就是他小学在国内的一个一个 一个叫什么一个一个经历 然后到了蒙特尼尔来了以后 他又遇到了同样的经历 因为不是这个法语吗 我们虽然有英语基础 但是在考到法语学校 法语私校的时候 其实孩子还是从一个 就是说还不错的一个 比如说他他他他在国内的时候 学习还是比较靠前的 用他来说 用他自己感觉还比较靠前的 到了这里来了以后 突然就觉得 哎呀好像除了数学和英语 他的法语 就是属于最末有的了 他又开始陷入了那种 医药联系的那种情绪 他说妈妈我们班那个 对过来说那是个很大的内经 对然后他就说他妈妈有个学霸 妈妈太强了 法语这样在初一的时候 法语这样能考一百 就相当于我们语言能考一百 我说那你说他是什么人 他说他爸爸妈妈是医生 他从小就他是加拿大人 我说那他的语言学得好 是不是他必须学得早 他说那是 他说我又想起我小的时候 那个大山一样的人 我超不过他 因为那个孩子在前年级 十多个班当中 他的语言就都算是明年前忙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 我知道一时半会儿是超过不了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如果你要是很喜欢他 性格又合得来 首先你跟他做朋友 就像你小时候一样 他说后来慢慢慢慢 他真的跟他成了朋友 因为我儿子数学比较好 数学和英语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那个孩子呢 数学比他稍微弱一点点 比如我儿子考一百 他就考九十八九十九 所以那个孩子呢 也愿意跟我儿子接触 就是那个现在的学霸 后来慢慢慢慢 现在我儿子是初二 特别是最近的这个大考 法语他是很少能超过他的 但是那个孩子的法语 基本上在九十五 阅读写作 因为那个孩子的语言 真的是比较好 因为他 我儿子跟我说了 他说我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语言那么好 他跟同学玩的时候在看书 同学在刷iPad的时候 他还是在看书 你什么时候看到他 他都在图书馆 我说你看你知道了吧 人家喜欢这个看书 看这个各类的书 他们环渔老师都说 这个孩子是 基本上有些老师 都搞不懂的词汇 这个孩子都会 所以人家是热爱这个语言类的 我说你不要用你的短处 跟他长处比 那样你会很痛苦的 对吧 然后现在慢慢慢慢的 他那个孩子法语好 他的地理和历史就会非常好 然后因为我们法语弱 那地理历史相对的也会 对于我们外国的孩子来说 也会弱的 但是最近到初二下学去了 我孩子特别是前两天 就是自信心大致的 然后他一开始也是一样的 觉得妈妈这个他是学霸 我感觉他又像一座大山一样 我永远超不过他 我还是只能同样的跟他说 哎呀我是儿子 你做你自己最好就行了 你觉得你今天尽力了 对吧 你今天比昨天尽不了一点点 你就是OK的 对吧 没有人拿你 妈妈没有拿你跟别人 特别没有跟学霸 你自己都不要 不要自己去 最近他用 他的历史和地理 当然我觉得也是有运气成分 但是我儿子他确实也努力了 周末的时候 他一直在复习地理和历史 既然就是说 那个学霸是考了95分 这个我儿子竟然是考了 这个100分满分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都是不可思议的 那对于他来说 更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他很兴奋 他就把这个 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我 我说你看到 这很多 当然这可能是个偶然事件 我知道我儿子跟当地的孩子的一样 他有很大的差距 但就像您说的 如果我们自己都放弃了这种想法 自己都都都觉得不可能了 那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是能做到的 对吧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学的 我不知道您应该知道的 就是吸引力法 吸引力法则 就是那个秘密那本书 是吧 吸引力法则 就是你要你要大佬 就像您说到的 就是您要跟自己心理暗示 大佬告诉这个这个世界和宇宙 我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不能光想 你要去做 对吧 想过以后要立马去行动 才有可能实现 你可能想了 你做了 可能实现不了 但是如果你只想 你不做 那肯定是百分之一百做 实现不了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想起来 好像很有 特别对于我们成年人 也是一样 你看我们 这些 就是说 以前在国内也是 也是职业旅行 到这里来了以后 语言首先 法语就是一大怪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孩子身上 也也看到很多 孩子其实跟我们一样 他们也需要去示意 特别是我们不是在这里生的孩子 就是半大不大的 这种十岁八岁八九岁 这种来的 懂也懂一点 但是呢 也不全懂 完完全全要要重新去融入 其实他们也 在我儿子身上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现在 就看到他 我就觉得 哎呀 他都这么努力的去示意 我说我怎么能 怎么能落后呢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这种逆上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如果自己把自己这样圈起来 那真的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 我觉得孩子 父母和孩子直接相互 相互 这是父母是孩子的榜样 你不用去告诉他道理 你只需要你也保持一个成长的心态 包括你养育孩子这种语言什么的 我觉得跟孩子这种引导都非常好 而且他有这种成功的这种经历了 他会越来越自信 对确实是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等他时间 一开始我有点急 因为在国内上的很好的学校到这里 没有上到所谓的一流二流的这种 特别明天前往的这种私校的时候 心里其实是有落差的 但是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 没关系孩子尽力了 我也尽力了 咱们就即使是在 就是说 就是说不是说特别人们印象概念当中那种 我们中国人概念当中那种名校 孩子做到他自己最好就可以 对吧 我们在一个 在我们那一阶段 尽力做好了 给孩子时间 对吧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需要时间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 慢慢慢慢印证这句话 我们孩子现在也就来了 对吧 学了法语 也就学了两三年 他的成绩已经 法语啊 我们光说法语 考试的成绩 已经能超过半生大多数人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了不起 因为我自己也在学法语 我知道这其中的这个 这个这个需要做的 不是说就像您讲的 不是说有天赋就行的 不是说你有兴趣就行的 是一定要坚持去做的 每天都去做的 这个意志力 是吧 分享 非常棒 非常棒 您叫张菊是吧 是的 好的 好的 谢谢您 我觉得我从你身上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想很多 以后带着孩子来这里学习的人 肯定都会遇到类似的 我觉得呢 大家 反正不要放弃吧 都是 其实我觉得真是经历了 在国内没有经历过的这种 这种历境啊 可以真的算是历境了 家长也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就是您一直在做攀登者吗 你跟孩子讲讲 就是 做攀登者吧 我倒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觉得我们既然来了 就要做到自己最好 就是说 做到自己最好 一开始是不可避免的会跟别人比 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出现在你的身边 对吧 但是呢 我还是跟我儿子讲 也跟我自己讲 我们不跟别人比 我们自己 做好自己 哎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奇迹 真的是会发生 真的是这样 我其实在安慰我儿子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 觉得他 他是能够赶上他的这个 这个大山 或者是甚至能超过 我觉得 我自己也没有去做这种奢望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也有点激动 而且我觉得 哎 我儿子没做到 我觉得我儿子太了不起了 我现在经常跟他说 我说妈妈真已经为骄傲 我要向你学习 我现在经常 经常 这不是一句 就是说 恭维他的话 是真是发自我内心的 我觉得 很有感触 所以我们这些 妈妈虽然人到中年 真的是 孩子给我们做出了 很多的榜样 我们不能一位的要求 孩子在这里要优秀 要好好生活 我们一样不能 不能落后 就是说 做我们自己 能力发生的最好 对吧 我觉得 像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很辛苦 就是我儿子从 早晨做什么 中午做什么 晚上做什么 我需要把他安排得很好 然后他经常的 又挂在嘴里 那句话就是 我学习 就是为了你们学习 现在他这种思想在转变 其实以前 我们那么做的时候 他觉得是 他在为我们学习 这种内驱力 真的是很弱 现在我 我关注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从零开始 我真的是把这个关注力 就是关注到自己 这真的 两三年下来发现 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就是孩子觉得 我还会一直跟他说 我说学习是为了你自己 别的不是为了我 对吧 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国内的好多这种孩子 就特别的脆弱 就是因为父母把父母的全部都投在孩子身上 孩子有一种自息的感觉 就是您忙你自己的事情 孩子他其实是 孩子是有生命力的 但是你每天就像像一盆花似的 你天天浇水 他受不了 他会自息 你去忙你自己的 然后他自然的阳光 雨露 他的生命力是他自己可以来做 他生命力是他自己可以自我生大 不需要我们每天都去跟他 那么去呵护他 他会自息 真的是这样 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是不觉得的 就是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辛苦 也很焦虑 但是有的时候 就那么一瞬间的一点点的这个转变啊 嗯 是的 有的时候我儿子也会对我提要求 他觉得啊 妈妈你确实很努力了 但是你还可以再努力说 我说好好好 我就突然想想 我以前就是这么一个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个社会就有序 人人都受到了尊重 这也是我近几年就是 可能一个最大的转变啊 因为我不想让我家孩子 跟国内大多数这样的妈妈一样 我就觉得我跟孩子以后就不能谈事 我就谈的是情感 就我跟他 跟他有个很好的亲密关系 但是我不谈事 这事是他的 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种 享受这种亲子的关系 他感受你今天的心情 他谈的是感受 长大了他有事 他不会说跟你谈什么具体的事 但是他会给你心走进了 这就是养孩子的 我觉得一个一个 我们希望给他的心连接到一起 他自己有生命力 然后他 就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随心所欲的生长 就可以了 对对对 确实是 所以这种转变在无意识当中 慢慢有了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 是告诉大家一下 虽然这个 咱们这个读书分享 也占用了我的一部分时间 但是我个人来觉得就有这么一个 目前来看就这么有一件事 其实是让我可以去在认知上 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思维的转换 然后再加上咱们群里有这么 一群这个高知的这样的咱们姐妹 我个人觉得也挺好 有些某些方面 因为毕竟就你们都在国外 我觉得国外其实遇到的很多东西 可能跟国内又不一样 其实也可以拓展我的一些思维 所以这样我也愿意为大家继续服务 谢谢大家 谢谢孙老师 谢谢孙老师 谢谢大家 最后有一个 因为我家今天那个孩子爸爸和他们俩都在家呢 然后我一会还要给孩子简单简单作业 我就花两分钟 就是这个朱莉尔说 就是谢谢老师 然后呢学到很多 那个我会经历 然后这个也谢谢你的认可 年轻人和老年人面对挫折时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我这个还真没有想好 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同吧 按照我 我自己就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跟我带孩子 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他因为他的未来很少 如果他这一生都是很苦 其实他会有严重的受害者的心态 所以就是他面对挫折基本上是无助的 这个确实是年轻人呢 因为他有未来 他也有身体的这种 就是他能看到未来嘛 他精力很充沛 所以他基本上会也会经得起挫折一些 然后我也没想到什么更好的方法 其实我个人觉得 哎呀这个目前我 等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好吗 我现在感觉我要回答可能太 可能可能经不起推敲 或者咱们到微信群里交流 好吧朱莉尔 好不好 好的 我这个我也好好想想 今天咱们就这样好不好 然后咱们下次 下次我再 我们下周见 好的 谢谢宋老师 晚安 好的 我们下周见 好的 好的